最近有网友在街头偶遇到了周润发 他正在路边的修理店给爱车换轮胎 全程特别低调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有网友就说他是一个很理性的明星 但是你知道吗 之前的发哥也是一个为爱疯狂的热血青年 甚至还因为失恋选择过自杀 和现在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这件事还要从他的第一任名友陈玉莲说起 那个时候的陈玉莲可是港台数一数二的大明星 红的发紫子里发黑 喝不溜秋绿不拉吉粉嘟露的透着那个美 尽管那个时候周润发还没有成名 但是陈玉莲依然向公众表示 哪怕被公司血藏 葬送自己的演艺事业 自己也要和周润发在一起 然而这个感动天感动地 中间还感动空气的爱情 唯独没有感动周润发他妈 周润发他妈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理由是他名字当中有帘字 客夫 不得不说 好迷信呀 这里说个题外话 现在的发嫂名字好巧不巧的叫陈慧莲 和陈玉莲名字就差了一个字 而且都有帘字 算是一个打脸事件吧 如果名字真那么管用 我姓西 我叫西红柿 就有人会拿我去炒鸡蛋了吗 对于周母的挖裤 陈玉莲根本没放在心里 还对外宣称 恋爱五年了 我相信她是爱我的 可是一边是母亲的不喜欢 一边是对女友的爱 周润发处在两男之间 迟迟没能表态 陈玉莲看到周润发的表现 干脆提出了分手 谁知道悲痛欲绝的周润发 竟然当场喝下洗洁精自杀 陈玉莲连忙报警送医 等到周润发痊愈才放心离开 看到周润发的反应 周母觉得莲子在怎么嗑自己的儿子 也不如洗洁精嗑的厉害 所以就不再要求周润发 不能和名字带莲的人结婚了 1987年 周润发与陈玉莲在新加坡 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而陈玉莲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婚姻后 在加拿大代发修行了20多年 已经不再考虑任何爱情和婚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